原标题 西夏军队下辖了12个主力军 一个铁钥子到底拥有多少兵力 在北宋的历史上 前期主要和北方的辽国对抗 但是在禅元之盟以后 宋朝和辽国达成了和谈 进入宋朝统治的中期 西北方的西夏国逐步崛起 西夏开始向宋朝发起挑战 与西夏军队作战的过程中 宋朝军队败多胜少 西夏军队的很多兵种 让宋朝军队很头疼 其中最强大的就是铁钥子 那么铁钥子到底是什么兵种 为何宋朝军队这么恐惧 一西夏铁钥子接见了中亚卡拉汉国的技术 西夏国的诸位有一系列的对手 自己的北方是强大的辽国 南部是土藩的各个部落 东边是拥有巨大资源的宋朝 西边就是卡拉汉国 卡拉汉国是一个盘踞中亚地区的政权 这个政权非常强悍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重骑兵 卡拉汉国的重骑兵采用了五五相连的战术 战马除了马骑之外 各个部位都有台甲 马上的骑兵也是一样 一般只露出两个眼睛 由于中亚地区的战马非常高大 进一步加强了卡拉汉国重骑兵的威力 西夏再崛起的过程中 逐步学习了卡拉汉国重骑兵的技术 西夏军队组建了很有特色的铁钥子 与卡拉汉国重骑兵类似 西夏的铁钥子也是全身都是铠甲 对于西夏这样一个贫瘠的国家来说 拿出大量的钢铁制作铠甲 已经算下了血本 与卡拉汉国的骑兵不同 西夏铁钥子的骑兵和战马勾在一起 即使骑兵被射死也不会坠落下马 在古代战争中 重骑兵的作用如何坦克 冲入对方的步兵方阵根本就无法阻挡 二铁钥子总计只有三千人 但威力巨大西夏全国的人口只有二百多万 在全民皆兵的情况下 西夏能够动员超过五十万军队 但这个数字属于西夏的承受极限 一般来说西夏不会进行总动员 西夏的常备军只有十万左右 其中西夏皇帝直接指挥的军队有三万多人 其余的七万军队由各地的部落首领管理 毕竟西夏属于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政权 在西夏皇帝直接控制的三万多军队中 就包括了铁钥子 铁钥子总计只有三千人 属于精锐中的精锐 按照西夏的规矩 铁钥子的官兵全部来自于拓达部落 而是官兵们采用了世袭制度 也就是说附近是铁钥子官兵 儿子成年以后接派 与其他的西夏军队相比 铁钥子在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最好的 在战争中 铁钥子起到了冲锋陷阵的重要作用 例如好水川 三川后的两次大战中 都是铁钥子冲锋 才彻底冲散了宋朝军队的阵型 鉴于铁钥子的巨大作用 辽国的铁铃军进行了改进 改进的样板就是西夏铁钥子 三 铁钥子无法挽救西夏的灭亡铁钥子 作为西夏军队的支柱 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夏这个国家很顽强 先后于北宋 辽国 金国 蒙古 等政权对抗 在蒙古帝国崛起的过程中 西夏成了蒙古家门口的绊脚石 蒙古军队前后三次进攻西夏 面对比自己还强悍的蒙古骑兵 西夏铁钥子 也无法挽救西夏的灭亡 最终 蒙古军队征服了西夏 由于大量的资料都被焚毁 目前 对于西夏的研究仅仅处于猜测阶段 不过有一点可以证实 辽国和西夏都是信奉福教的国家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检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